應該這樣說我一開始都沒有施打疫苗的準備 那我是到了大陸以後 有些醫院他會要求醫護人員要先施 一人配真的整形醫師老公王作軒 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往返兩岸 同時也身為醫護人員的他 決定在對岸接種疫苗 日前已經完成兩劑國藥疫苗的接種 剛從北京返台隔離中 可以指定 因為他也是 他也是 他疫苗也是用分配的 所以他不是每一天都會有你想要打的疫苗 所以如果你指定的話 你可能就會面臨 你就要等待 就是你不一定能夠排到你想要的疫苗 施打後王作軒表示 只有感到一些疲憊 沒有特別不舒服的症狀 不過卻傳出阿拉伯聯合搭公國的國民 施打國藥疫苗第二劑後抗體不足 王作軒表示不擔心 只說第三劑應該先留給更需要的人 因為疫苗算是緊急通過 全世界都一樣 有點像是用了再說 所以很多數據是等於是說 臨床上用了以後 大家才又慢慢得到新的一個認 就是新的一個看法 一般來講至少兩劑是標準劑 打第三劑到底能夠提升多少 而且這個第三劑是不是原本的那同樣劑型 同樣那一些 研發出來的那個樣式的劑型 可能還是要看每一家公司的疫苗公司不一樣 王作軒比肖敬騰還早打國藥疫苗 而旅遊達人法比安則是趁著去美國出差的期間 順便接種疫苗 25號在臉書上發文分享施打疫苗的過程 他提到美國的連鎖藥局只有輝瑞跟莫德納 需要施打兩劑疫苗 因為他無法在美國待太久 最後選擇施打嬌生疫苗 在施打後的第三天 開始出現肌肉酸痛的症狀 但吃止痛藥就好 台灣人飛到海外施打疫苗齊心防疫 TVBS新聞 中情願李氣文台北報導